中国把美国逼到了绝路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 以及全球地缘矛盾的激化 美国设立内冷的纸老虎本质 越来越暴露出来 正是因为美国内部矛盾 已经激化到接近失控的地步 美国才反复挑起 与中国和俄罗斯周边的地缘矛盾 尽管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攻势方 不断出招 给中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 但是国际供应链断链容易重构缺难 正因为如此 美国亚马逊 货尔玛等主要的购物超市 都出现了商品匮乏的现象 这种行为 简单解读就是美国政府 通过强迫美国人民 勒紧裤腰带过滤指 避免让中国人 赚美国人的钱 所谓山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中美之间到底谁 损失一千 谁损失八百 恐怕还真不一定 对于中国而言 在外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 被迫进行适应性调整 改变产业布局 贸易体系 逐渐脱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同时逐渐摆脱国内高科技领域 和安全领域对美国产品的依赖 难道这不是中国爱国者 知之以求的局面吗 在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前 中国国内电信通讯设备和操作系统 对美国产品的依赖 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有时知识 数十年来一直地呼吁改变 最终 美国人主动地逼迫我们 放弃美国的产品 这是显而易见的好事 感谢美国 感谢特朗普 再次帮助中国人民 走上了继续独立自主 智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道路 一 道行逆施 荀子在复国篇讨论 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的标志 其中有几条都符合 美国的现状 君主不崇尚礼仪 那兵力就衰落 特朗普的盲横与霸道 遭遇全世界 人人皆知 君主不爱护民众 那兵力就衰落 面对新冠病毒的试虐 特朗普 无视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显然 不是爱护人民的表现 禁止与许诺都不讲信任 那兵力就衰落 在国内外诸多的议题中 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战的谈判中 特朗普任性妄为 今天签约 明天失毁 这种是承诺 鲁狗屁的行为 交易使美国的国家信用 淡然无蠢 实意地推出 诸多国际条约 随性地挑起贸易战 这种行为更谈不上 任何信用 君主 浩大喜功 那国家就贫穷 特朗普上台后 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新建了美国太空军 2017年颁布了一项法律 正式确定海军舰队 至少要由355艘船组成 但是 扩大舰队规模的成本高啊 美国在2047年前 美年为建造新舰船 投入的资金约270亿美元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伯克 得出的结论很有道理 钱越多 舰船才能越多 所以 美海军在2020财年 要求获得的 2056亿美元的预算 这笔钱 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 经济规模都要大 君主喜欢财力 那国家就贫穷 特朗普上台后 财富规模绿鉴增加 目前已经成为 美国历史上 最富有的总统 而特朗普的贪婪 更是局势文明 以国家安全为名 强迫中国公司 直接跳动 出售在美国的 业务公司TikTok 竟然 要求美国购买方 上交300亿美元 到美国国库 特朗普为何 如此疯狂的联财 一方面 再次说明 特朗普在商业交易中 毫无诚信 更谈不上契约精神 和市场自由理念 另一方面 也说明 美国政府财政 已经进入了 难以为继的危机状态 新冠疫情爆发后 2020年上半年 美国政府的国债规模 又增加了3万亿美元 总的国债规模 超过了26万亿美元 一创记录 根据经济分析师预策 美国下半年的 国债规模会大幅度增加 2020年底 美国国债规模 将超过30万亿美元 然而 目前美国的经济 已经开始衰退 美国2020财年 预算斥质 总体上将会增加两倍 美国每年的GDP增数 是2至3% 20万亿美元的GDP规模 每年增量在7000亿美元左右 已经完全覆盖不了 国债产生的利息 美国就是这样 饮吃毛粮 一步一步走向破产 美国2019年的GDP 绝对值21.11万亿美元 受新冠疫情影响 按照预期 减少34.5%计算 2020年 GDP总值 预计为14.02万亿美元 2019年 中国GDP总值为 14.34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 已经最大程度上 克服了疫情的影响 预计2020年GDP总值 中国将超过美国 作为霸权国家 线路不可逆转的财政危机 伊朗全边独舞 是在全世界横争霸脸 如此倒行逆施 以威胁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命运 2.众叛亲离 美国作为伊朗核协议缔约国 2018年5月 汉兰的尸毁 伊朗已经履行的核协议 并且继续地制裁伊朗 威胁与伊朗进行正常贸易往来的国家 美国政府如此的离奇举动 最终遭到了中俄欧的联手抵制 欧洲各国成立了独立的结算体系 以维持与伊朗的贸易往来 中国与伊朗 签署了长达25年的 能源供应贸易协议 两国将达成全面深化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作为伊朗的邻国 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面对各国反对美国制裁伊朗的强硬立场 美国陷入了尴尬局面 8月14日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 要无限期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 决议潮案 这一潮案被中俄联手否决 美国盟友以弃全票表达了对美国态度的反对 这种集体反对美国的投票结果 在安理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因此美国媒体挨打美国被孤立 这是重大的外交失败 8月19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任何阻止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 都要为此负责任 8月20日 法国、德国、英国集体宣布 反对美国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 重启对伊朗的全部制裁 无奈之下 一贯嘴硬且疯狂的蓬佩奥公开说 美国将用一切手段阻止中俄向伊朗出售武器 中俄出售的武器威胁了中东地区的和平 对于蓬佩奥的态度 很多人看到的是他的颠款强硬 我看到的是他的无奈和虚弱 设立内冷外强中干是最贴切的描述 按照我们熟知的国际博弈尝试 只有处在弱势状态的国家才会喊出 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话语来威胁他国 一个强大的霸权国家 什么时候愿得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威胁 只有面对中国这样的对手 美国才会有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威胁的念头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的美国内外交控 又一次走到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 从属制作制寿 制作孽不可活 要说可悲 恐怕这才是最可悲的 我们这代人非常有幸 不仅见识了超级大国当即世界的诞生 还见识了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 并即将看到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衰落 不管美国在中国周边如何挑衅 其实世界局势较量的中心依然在中东 毕竟中东局势直接关系到美国的石油霸权 关系到石油美元的存在 如果丢失了中东 美国的石油霸权就会不复存在 美国的石油美元将飞飞湮灭 美国的军事霸权将成为沙滩的楼梯 因此 无料着中东展开的较量 最终决定了美国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 美国在中东一直无所不愿其极 当然 也许过去 美国的国家形象就不及格 但如今 分值之低更加不可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